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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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我新歌 依然在宣傳中 因為看到Hibi 在網上的片段 很厲害 所以我和她之前都認識 因為她之前在新城電台的時候 已經認識她 最近看到她的片段 因為我其實 自己都最近開始 準備去練習 我的拍片 好幾年前我學過 拍片交過一條 三分鐘的功課 這條三分鐘的功課 剪了兩晚通宵 因為新手 但真的很久都沒有 機會去拍片 現在希望特別是今天 跟Hibi 聊我的新歌的時候 就會順便偷私 去請教一下她 因為我看過她的網上的片段 真的非常有水準 所以希望一會兒可以交流 你現在想嘗試做YouTuber 我想我還沒那麼快 去到那個地步 但因為最近我自己的片段 有時候出帖 我以前都是出相片的 然後公司現在就鼓勵我 多點去自己拍片 放在上面 然後我又發覺 原來放片 是真的多點點擊的 所以接下來就開始了 但現在其實我最近 在家裡都未出外拍 但是拿回舊片 舊相片 我都已經是每晚都不睡覺 我是很喜歡這件事 所以很有興趣 然後我就跟公司說 其實我希望我每天都可以 剪到一些東西放上去 如果你說講教唱歌 我想這件事 我是擺最後的考慮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教唱歌 你一定要是 每個人 因應那個人的需要而教 所以我又不想說 一些很大圍的東西 等大家學了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又不明白 變成是有些輪盡的 還有如果你說在網上 Zoom教 我又是沒有 暫時還未 就是我看情況 因為很多學生都要求 現在最近其實我停了課 所以他們都很多 叫我去Zoom教 但我希望真的 面對面去感受會好些 疫情對我有什麼影響 少了見家人 這個是最主要的 接著就 不過用電話去問候大家 就反而多了 還有是有時候 有些說話很辱麻 但是真的會說多了 譬如說 好愛你啊 關心你啊 小心點啊 這些會說多了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有確診 看見到他們都 大概都是八天左右 八天到十一天左右 他們都會 隆隆隆隆會好 所以其實我都希望 大家不用那麼擔心 最近我想說 因為我疫情 其實我自己吃多了東西 我是肥了一定超過十磅 但是我自己拍照出來 都看見自己漲了 但是呢 我覺得呢 近來我是不打算 保持肥 我打算保持肥 因為 我雖然現在宣傳第一首歌 但其實我第二首已經選到了 所以我就想 讓自己嘗試保持肥一點的狀態 然後就看看 我會不會唱第二首歌的時候 會夠氣一點